继伊朗、杰哈德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国家和势力,被爆出参与了本次巴以危机后,又有一个国家似乎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力挺哈马斯。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10月9日报道,埃及对本次巴以危机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态度。 埃及当局日前正式向以色列表态,警告以色列要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村庄进行侵略,停止对加沙地带进行越境袭击,以免造成巴以局势升级,造成严重后果。 而埃及当地媒体则传出消息称,埃及第二野战军司令阿拉法特中将日前已下令,紧急召回该部队的全部休假士兵和军官,并进入全部戒备状态。 这显然直接与当前的巴以冲突有关,一些推测认为,这意味着该部队可能将开拔至西奈半岛,甚至可能将越境直接介入巴以冲突。 埃及第二野战军是一支成立于1968年的老牌部队,总兵力达12万人,曾在著名的赎罪日战争中和以色列基战。 该部队目前也是埃及首位、北苏伊是运河的王牌部队。 如果埃及要介入此次冲突,动用这支王牌军显然是首选之一,而且美国似乎也秀出了一些风吹草动。 虽然美国暂时没有公开指控埃及介入了巴以冲突,但美驻埃及大使馆却在10月10日悄悄发布了一则安全警报,其中明确指出以色列局势仍然难以预测。 因此埃及地区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这一方面可能是在担心巴以冲突,可能会危及与之相邻的埃及地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担心埃及有可能介入其中,导致这场巴以冲突升级为第六次中东战争。 在最坏的情况下,以色列可能将面临一场孤立无援的战争,这将是自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面临的最糟糕的处境。 诸多对以色列不满的国家和地区势力将掀起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而对内塔尼亚湖政府不满的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选择提供直接军事支援。 在最坏的情况下,以色列将父辈受敌,惨遭多方群殴,在南部,以军将不得不直面埃及军队,和来自加沙地带的各路巴勒斯坦武装。 东面,来自约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很可能会同时爆发,针对以色列的独立起,迫使以色列分兵对抗。 北部,以色列将面临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压力,而伊朗也很可能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 对以色列实施跃进攻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纳区区十来万人能不能扛得住,恐怕连美国也不敢打包票。 事实上以色列很可能也已经察觉到了,局势有可能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正在组织特别航班,帮助海外的以色列预备役和现役军人紧急回国。 以外交部长科恩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可见以色列开始做起了达到最后一个人的战争准备。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前许多国家仍主张对局势进行斡旋,而非推动其进一步升级。 如德国总理舒尔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表示,希望能够实现局势的尽快降级。 而埃及总统赛西也表示,愿意努力调解并缓和局势。 这似乎暗示了埃及可能并不会很快采用武力,同时也为局势降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但这绝不意味着局势没有升级的可能性,而且考虑到以色列是高度非法拥合可能性的国家。 本次巴以冲突升级带来的风险将更加难以量化,因此我们只能期待这些第三方国家的斡旋和调节,能够尽快生效。 但倘若内塔尼亚户坚持要打,那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迅速升级,以色列虽然吃了一个闷亏,但该国长期对外作战,很快就稳住阵脚,并且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48小时之内就征召了30万预备役,很多以色列人从国外返回,只为参加战争,这是以色列军队的一个特点,也是以色列在中东没人敢招惹的原因所在。 目前以色列已经在加沙地带附近,集结了10万预备役部队,这些军队随时都有可能进入加沙发起地面攻势,然而就在以军叙事待发,扬言荡平哈马斯的时候,以色列遭到邻国进攻, 据以色列军方称,在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界线附近,爆发了一场冲突,有武装人员与以军发生交火,事发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否认与此事有关,随后巴勒斯坦的另一支抵抗力量, 杰哈德认领了此次袭击,之前黎巴嫩真主党对一处争议地区的,以色列阵地进行了打击,现在杰哈德也加入了战局,一下子让以色列陷入了负被受敌的境地。 在以色列周边,反对以色列的国家不少,反对以色列的势力也不少,现在这些武装势力纷纷加入战局,很明显是在配合哈马斯的行动, 而这背后有可能还有人在出谋划策,甚至是发号使令,因此即便以色列的军力有着绝对优势,也很难从容应对。 在遭到多方袭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以色列计划以前作未有的力量,对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攻击,并在以色列北部以及约旦和西安,加强对抗黎巴嫩真主党的战线。 除了这两条战线之外,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了以色列内部的状况,目前仍有大量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控制着以色列的一些定居点,以色列将消灭这些武装人员并重新控制相关地区。 目前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这种三线作战方案并没有太大的困难,接下来最大爆点,将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攻击。 规模到底有多大,是否真的对哈马斯下死守,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以色列到底是雷声大于点小,还是对线狠话,需要拭目以待,以色列采取多大规模的行动,决定着第六次中东战争的风险。 如果只是给哈马斯一些教训,并且只针对哈马斯,事态可以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但如果要对哈马斯下死守,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以色列在地区内的仇家不少,且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不好。 若是对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成员下重手,恐将引发公愤,进而导致更多的国家加入战争,最终就会爆发一场波及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战争。 以色列在进入战争状态之后,便集结军队,并推动对哈马斯宣战,但目前主要的攻势还是通过空袭进行的,这似乎表明以色列人为下定决心,但以色列遭子大辱,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任何刺激战争升级的行动,都有可能导致局势失控。 当前以巴冲突带来的政治后果,正在逐渐发酵。 中东地区的危险局势,有可能因为双方进一步报复性行动而走向失控。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对当前加沙局势严重关切,他提到除了以巴双方升级的军事行动外,冲突还导致加沙口岸关闭,原计划通过口岸的食品、医疗物资和燃料无法进入。 加沙地区二百多万人,正面临人道主义灾难。 毫无疑问,美国在这场中东浩劫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方不仅带头拒绝两国和平方案,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明显偏谈以色列,而且还在冲突爆发后继续火上浇油,宣布向以色列提供数亿美元的军火紧急援助,并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紧急赶赴地中海东岸。 被以色列打击的同时,向中东国家施压,实际上美方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协助以色列当局快到斩乱,迅速解决当前复杂的冲突局势,尽快肃清涌入以色列境内的武装人员,并借机彻底占领加沙地带。 我认为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并非要与以色列军队进行正面对决,而是要将以巴之间的军事博弈,逐渐转入到旷日持久的边境游击战当中。 一旦将以巴之间的军事冲突拖入消耗战,以色列国内就很可能因为国家陷入长期动荡,而发生新一轮政治抉择。 届时以色列很可能不得不被迫接受两国方案,以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为条件,实现双方永久和平。 当然这也仅仅是哈马斯的一种政治构想,能否朝向有利于巴方期望的道路前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